欢迎大家来到乔诗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战赛甘肃兰州站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17至32组第七场比赛 下面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 一号台裁判员郭强 运动员贾瑞玉贾浩晨 二号台裁判员杨俊奇 运动员郭俊驰 马飞 三号台裁判员魏洪哲 运动员杨祥 王小切 四号台裁判员傅中宣 运动员乌哈干 关忠明 五号台裁判员张梦蝶 运动员狗泽宇 齐国孝 六号台裁判员王千化 运动员常乐 曹斌 七号台裁判员 七号台裁判员纪林慧 运动员马玉焦 唐成 八号台裁判员张月秋 运动员刘超 王思诺 九号台裁判员何秀红 运动员张晨 蒙古选手 娜奥日格勒 十号台裁判员张义 运动员龚海峰 南非选手杰森赛龙 十一号台裁判员刘法恒 运动员孙孟龙 刘海 十二号台裁判员王雪儿 运动员蒙古选手 敖巴森道尔吉 南非选手 玛丽娜雅各布斯 十三号台裁判员卢冰霞 运动员帕鲁克埃尔肯 张翰轩 十四号台裁判员张婉玲 运动员李海松 张玄 TV二号台裁判员杜环玉 运动员王政伟 杨晴天 TV一号台裁判员 江杰琴 记录裁判员余梅子 玉琳 运动员阿布拉江 蒙古选手阿德利格尔胡 现在比赛开始 你好阿布拉江 你好阿里德 请双方选手 争夺开球选择权 听我口令 预备 三二一 开始 阿布拉江 阿布拉江获得克制成的权 阿布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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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 阿布拉江 6 阿布拉江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边的阿波拉江对阵,画面右边来自于蒙古的阿德利格尔胡 本场比赛是胜部的第二轮,输掉的球员不会被淘汰掉 限时80分钟,抢7 比赛开始,第一局,阿波拉江开球 上来,第一局 阿波拉江开球有球进 白球位置呢,不算很好 来看看下方的选球 4号,左边的冲带 没问题 好,再来看一下2号这个位置 下方向左 顶到15之后,下地杆 这个黑帮可能也有点倒 选了一个上方的5 打薄,打薄,没有打薄 打薄,没有打薄 打薄,没有打薄 再来看一下花色 10号球 10号球,右上方有,那么可以用14的左上后面去过渡 先看中带这里 直接递杆过来,14 白球 白球尽量往上多推一点点 没有一个10号枪下的角度 打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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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并没有往上推啊 这个方向呢,白球是向上的 这个角度不好 打薄 打薄 自己的其他本种颜色球呢,都在另外一个半台 只能是从上方的枯边向下走 K到了单侧球 看一下缝隙里边啊,一巴之间这颗花色 还有就是11号球 13 13 岩石 插一下白球 没问题 推下 有想法的话,可以继续的把15推下弹进去 用中带的11,较黑巴的左下角 看一下这球有没有被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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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挡 再看看有没有翻中 翻进 再包一盖 没问题 第一局阿德利格尔胡胜 比分1比0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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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杆边裤过来 7号还有 再看中带这边还有6 看位置 黄衣 中的一缸弹起 继续 四有同样可以打掉 左中 这根条往上走的稍稍有点多 看来一眼6 顶下花色 那么7 低杆下来 2号呢 叫出一点角度 再往下一个中低杆一蹬 花球缝隙之间的黑疤 对 往下方走一点点 十三十四之间黑疤 第二局 阿波拉奖胜比分1比1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感谢观看 第三句 阿波拉加铃球 中弹有球尽 中弹有球尽 先看选球 六号这个位置如果看不到的话 还不太好选 直接看了一个七号穿黄衣 没问题 再来高杆二号边空弹起 交六再往下 做七 好 在一个五八的位置呢 要留一个合适的角度 比如这个二推弹起来这个六 好 中低杆左边争取过来K一下 这个位置呢有9想K的话 如果用9K要K的比较正才行 不然你就要换球 对 也在想其他的方案 左边七向下下方四向上 同样都是要解决五八问题 再看这个位置 再看这个位置 有没有走过 不够打 再低杆缩回来 继续的高杆向上 上方K球 K开 看这个位置 打五底带 拿小低杆 轻轻一顶9顶正一点 然后就停住 左边红三 继续 右扇不好去调向上 那么高杆回来 可以继续的 8号同样左中 第三局阿波拉江胜 1分2比1开球金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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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局阿德利哥尔骨开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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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白球 要看10号是不是直接抵带啊 右下角 对 黄一没有挡 可以 14还有 这个位置如果能轻轻的推下来啊 蹭一点点的这个黑八包边也没事 然后左边15和中带13 然后左边15和中带13 叉球 确带脚竟 老实 знаем 好 blank 离手 刻心有些半字 称得超iance 中带13 中带4015和17 打时宜需要准度 延时 再来 左中 低杆拉回来 15向上 继续 下低杆 上方叫中弹 这个角度呢 稍微的有点大 推两裤呢 这个位置还不太好控着 要不要直接用低杆来调啊 干法也不要太低 中低杆就好了 还可以 第四局 阿格利德尔胡胜 比分2比2 开球青台 谢谢 谢谢 第五局 阿布拉薑开除 第五局 阿布拉薑 阿布拉薑 看一下过线 开球施机 略锅 开球施机 开球施机 继续积的 继续积导 选球 这盘里的花色还不错 单侧的话 双方要找机会用二号下来去戴下黄衣 十秒 十 延时 十三 十三 角度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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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来 好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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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这个位置K过去之后 底带没法打了 翻中 不K的话叫一个翻中带 翻进 好 再来中帝杆四大进 看这位置 有一些像我们左边的角度 太多了 强行的薄左下角 你控制下白球带些低杆 没问题 第五局阿波拉将胜 比分三比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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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六局阿德瑞瑞福开球 还是没有直接的中带炸戒 这个位置下方13 教长宝 十秒 K下5 中带还有 角度向上还可以K 再把14往右上的位置再顶一顶 本身现在是不好打的 也不算很好 中间这个二根14如果距离太小的话就只能打底带 从这个画面来看的话还可以稍稍偷一点左赛打14中带 但现在呢没有一个很好进攻点 那就中间这颗花色的底带 又是上 打后 四号打戒 这位置不好 右边呢有一颗5号的翻中 六接力 看 看这个借开之后的位置 12号 同样下方呢 可以接6 上面 一颗5号的带口 下方这个位置你要打的话14船 左上方这个11跟9之间也是一个船球 10秒 岩石 岩石 来一颗5号的带口 没有3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了一点点的薄边镜 再来 又接近一杆 主要还是想把对方的这个花色破坏掉 双方不好打 双方可以轻轻挡活 一看看有没有吃酷 大火 大火 六号球铁裤 这位置打的有点偏厚 自由球 十秒 十四大剑 十五中带有 推出来上方两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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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叫的有点直 这个球想要往下走 这个力量要比较大 而且要借一些边阔 底带 第六局 阿波拉将胜 比分4比2 台球俗称黑霸 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 在乔市的推动下 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 大家好 我喜欢 乔市中市台球 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我们也喜欢 我们潜在一起 第一个 白岸 第一个 第七局 阿波拉将开球 中弹有球进 这白球位置还是相当不错的 12号 双方十 12号 1打1K 2号过来增加了一些麻烦 8号的左下底带后面是没有的 好看底带这个位置推15下方再把2K走 好看底带这个位置推15下方再把2K走 好的 继续的打9向上 中在这边叫12号 这杆里可以打稍微薄点 带一些左塞的低杆 对 对 第七局阿波拉将胜 比分5比2开球金台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来之后呢 右边中带十四十二 再往下两边九十 底带各有 追杆 角度 白球可以尽量的去贴到上方顶库附近 会自然形成十三向下的角度 还不错 那么正常的中帝杆直接下来就好了 在这个三六分析直接走 然后右中左下 然后右中左下 底杆回来继续 中带往右边多推一点 九号叫它稍微正一些 或者一点点向左 再第一杆叫十 下来的滴杆 好 左边看九 再中底杆缩回来一点点 十 继续向上可以拔冲带 打进先到赛点 打进先到赛点 第八局阿波拉江盛 比分六比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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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中进一颗 上方有一颗单色七号 下半台这三颗稍稍有点麻烦了五是没问题的二三要中间的去叫一个细位 一颗3 releasing them 下半台这两个 Attack on他的阿栏 2号 红三向上有角度 看想法 比如K黑吧 往上K一小包边 你也在看K12之后的5 够不够打 顶开之后 8号左下角够打了 没打进 你也在看K12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右中这个六可能还有点挡 那就只能是看看下方的底带了 对这个六挡住了 想要打进十四呢 你可以去打自己的花色 左边的薄边白球去撞 跳球 跳近看白球 可以到十一 麻烦 这个十一的左上跟右上应该都没有 好 绑近 跳球 局面是解开了 但是现在花色有机会 首先下方十二都可以传一下十 然后冲在这边的十三向上 左中 十一下来 十二底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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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号底带 再来 身下小心不要碰球 带低杆便往下走 角度稍微直一点 寺庙 岩石 本身打的稍稍有点厚 中在这边可以右塞高杆再绕三阔 一杆准动 第九局阿德利格尔无胜 比分3比6 官方暂停10分钟 10分钟未到攀附一局 乔士金腿 居分神器提醒您 精彩比赛马上开始 开启进属中国式 开启暴力中国式 皮尔利为忠视台球而生 注重打杆 写奥斯本资 注重打杆 写奥斯本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私人资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针对绝金九球 中式八球 斯诺克等均有特定灯具 护益灯具照亮的不只是一张球台 中式台球 俗称黑霸 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 在乔市的推动下 移走进全球六十四个国家 大家好 我喜欢 乔市中式台球 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次我们将�中原划取出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那时候披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在心中打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一手就出色大家会些人 铛挑授 就这算时候 3K6 还要带点滴杆 可以出来 有把握左上方把漆再打掉 继续的中高杆登边裤出来 先往下走 这个位置的6是向下的角度 双方五再调一杆 力量 太轻了 强行的去拼一个二分钟 或者直接包底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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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了一点点的力量 这球已经很准了 打进下来 十一一船拿酒做一个尔斯诺克 或者拿酒一船拿上方花色做一个尔斯诺克 看一下截球 上方十可以打掉 然后下方这边的十五十三都可以变成左下角 十二右下方可以变成一个船九 所以这盘就非常好打了后面 中弹有十五 先船一干 十二又K了上去 这个球选的还是有点不太合理 那么左下方 再把十五打了 找角度去解决这个十二号球 下方的角度去解决这个小时 是有点不太合理的 我们在这边的角度去解决这个小时 是有点不太合理的 我们在这边的角度去解决这个小时 是有点不太合理的 直接左上 发力打了一杆但是没打进这球失误有点严重 15 往下方可以先把13打了 然后让一黑八袋口 再轻轻的推一点点左赛 抵戴黑八 本场比赛结束阿波拉将胜比分7比3 恭喜谢谢 恭喜阿波拉将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来自于蒙古的阿德利格尔胡呢 就要进入到败部继续突围 下一场比赛将在16点整 我们稍后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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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